说新闻时间 我们今天要以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相信大家今天一连串的新闻事件 还有非常多的资讯已经看到 而且了解到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就是民间党立委高嘉瑜 他居然遭到男友林秉书暴力殴打 时点点甚至重回到上个月的11号 高嘉瑜他几乎有两天的时间 居然都被关在饭店里限制行动 面临到肢体还有精神上的折磨 整件事直到11月30号消息曝光 那他当天也决定要报案 当天晚间检警也持居票到饭店抓人 没想到当时林秉书还理直气壮不肯配合 还理由一堆问说警察你有居票吗 好像他整个人没有做错事情一样 林秉把人打成这不得性了 居然还有脸说这样的话非常的夸张 那当然检警也出示了居票 说还要抓他 后来他才肯愿意承认身份 最后是被依防害秘密 伤害防害自由 枪制罪送办 面对记者追问的时候 他好像还试图想要解释 结果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稍早检方讯后 已经罗列七项罪名 将他生压警戒 而且离谱的还包括 林秉书这个人真的是很早就有问题出现 现在高家瑜鼓起勇气 但是依旧声泪俱下来 控诉他的渣男种种恶行 他说他情绪很容易失控 很容易暴怒 甚至还会逼迫恐吓威胁 前女友要下跪 随医生会攜带录音笔 这么恐怖情人 怎么会带录音笔 在跟你聊天对话呢 他录下整个对话内容记录 还会整理出答案 而且他不仅打过前女友 就连自己的妈妈也不放过 所以高家瑜已经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了 他现在还被起底 种种不良记录 包括他曾经不满 他的前女友要分手 竟然就传简讯恐吓 好像是夺命的这种恐怖情人 最后是遭判 拘役40天 缓刑两年 还有跟他的妈妈要钱不成 居然就动手殴打自己的母亲 逼得家人只好来申请保护令 要他不得靠近 种种行径真的让人看了 是非常生气 不料现在高家瑜竟然成了受害者 但也因为他的勇敢站出来面对 对于被伤害的人 他愿意把伤口瘫在阳光下 而且在大众眼前回顾这一起可怕的噩梦 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再加上林秉书这对的恐怖情人 被依法送办 会不会接下来又只是被判拘役 或者是类似个案的被害家人 只能再度申请保护令吗 事情闹得这么大 如果林秉书被放出来 他会不会有机会 还会趁机来报复呢 这些都是接下来的一大隐忧 再来此时此刻 相信在台湾社会角落 不幸的事件还是持续发生 卫福部保护司甚至进行一份调查 台湾现在每五名妇女 就有一人曾经遭受亲密关系的暴力对待 除了不仅是肢体上的伤害 比例最高的居然还有精神暴力 当中冷暴力就占了42.2% 甚至随着现在科技很发达 资讯流通很快 不仅是经济上的暴力 性暴力 还有跟踪骚扰的比例 都在微服上升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人 连人都不是高嘉瑜遭男友 林秉淑时报 离谱的行径 一个接一个爆出 会出拳殴打女性 连妈妈也没放过 高嘉瑜揭开二男行径 跟他在一起晾三个月之后 就发现林秉淑情绪相当失控 动不动就生气 是暴力前科的惯犯 林秉淑还曾经威胁前女友 要散步不哑照 甚至逼迫对方下跪 高嘉瑜还说 林秉淑不仅有偷拍习惯 还随身携带录音笔 不过针对种种离谱行为 林秉淑都推说 自己精神状况问题 他对我施暴的时候 他说他是第一次打女人 然后他说 他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他说 就是因为他母伤 然后又长期吃身心科的药 所以这个精神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然后他就频频的道歉等等 我想很多的家暴者 可能都是这样 不再隐忍 高嘉瑜决定站出来 控诉男友的恶劣行为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 人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人 记者 小米先生 台北报导